我們曾經為大家介紹過 Lancusa FJ60 之後周不時會收到大家 PM 我 問我有沒有多些 Lancusa 看 使命必達的我 今次不單找到車主借出極高質的 Lancusa 70 還找到 40 系 Lancusa 40 一次介紹給大家 講解的當然不是我 四驅越野車,當然要找馬Sir 出來 大家坐定定,學習吧 其實買這輛車是兩個月前買的 一年多兩年前,我剛開始接觸這些四驅車 就是掃把佬的 XV 駕駛了一年,換了一輛 Lancusa Discovery 2 越來越喜歡這些四驅車 入山、野餐玩玩玩 駕駛Lanova Discovery 2 時認識了馬Sir 我的維修保養都是找馬Sir 到時去了車房時,看到這輛車放在旁邊 就覺得已經很漂亮了 一件已經是喜歡的 加上自己又喜歡日本文化 日本的車,日本的所有東西 做功課,看看這輛車到底是甚麼來頭 又偶爾問一下馬Sir 到底這輛車的歷史 久而久之買了它 最重要是老婆都贊成 已經沒得輸了 其實你預算是2.8-3元 又不是說認真是很誇張 因為以4000cc電油來說 其實都是差不多 除非經常洪水塞車 雖然我經常在中環那邊都是會塞車的 但如果你說長途 高速公路多 其實都是2.8左右 其實就不算很誇張 以一輛這麼大cc的車來說 一買回來的時候 上一手車主和馬Sir 已經翻身了近八、九成 我自己回到來都 車子做了渡膜 再收拾更漂亮的房子 就已經現在的樣子 沒有甚麼特別去再改動它 這輛車其實都是前一個月左右 換的石橋的MT 輛車 本來它是用AT 輛車的 那時候因為想著經常走路 我都不是經常入山的 那就是換一條AT 輛車 但是換了一輪之後 就覺得都是不夠兇 換一條MT 輛車 反正都是油費 油費都是這麼貴的 都不搶載 那整件事就馬上不同了 後座來說是頗舒服的 因為我都會載一下 家人出出入入 喝茶、吃飯 都會載的 它除了上落 真的有一點不方便 因為始終單門 你要爬一爬進去 但進去後面的房子 跟一般的私家車都基本上沒什麼分別 其實在1960年 豐田出了一輛40系 現在在家看到的 通常的40 軌面罩是四方的 四方軌面罩 其實已經是1979年至1984 1984之後就轉了70系統 但70系統一直做到現在 尾巴一樣 車頭有一點不同 因為那輛V-100引擎 它這裡加闊了 所以頭在這個位置 內籠和車尾基本上是一樣的 40是仿造20系的 20系跟V-Li很像 美國吉普 70系其實是一輛全新的車 你由車頭、頭蓋的設計 砂板的設計 到車尾甚至車頂 完全是兩回事 基於什麼原因呢 40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封鎖但是完全是四方的 你看到70有少少斜 不是有一個角度 第二就是說 40是一個車殼 做了開篷和不開篷 所以40你現在拿來用 其實如果擺露天是不太行的 為什麼呢 它這裡可以拆的 好像頂帽一樣 整個可以拆的 變了有甲口 另外下身整個可以拆的 變了40硬頂和開篷 其實沒有分別 就可以整個捧下來 而70呢 你會看到一個全新的車殼 它這輛車都有軟棚 但是軟棚整個殼是不同的 所以變了就會靜一點 四色是很吵的 車身和車頂的甲口 會發出一一一四個地下不平 今時今日的人是受不了這個噪音的 在我們的年代是可以接受的 基本上呢 早期的就是叫F-engine 直六 它這輛就是2F或者3F 都是直六 其實沒有什麼分別的 有一點點改良 都是六個盤 三千多至四千多cc 最重要我走得快 因為我的車輕很多 還有我車沒有風油軚 還有我車的波比慢很多 它這輛5速波箱 我這輛原裝應該是七三年是三速的 但是改了四速 但是無論改四速也好 三速也好 波比和它是慢很多 所以在highway沒什麼著數 但是我上這個斜路 我就很著數 股煞 四輪股煞 這個是前碟後股 但是香港版原裝呢 都是前後股的 這些亦都會造成為何會有水貨車 就是一輛這麼貴的車 當年它都敢給你最低的 SPEC 這兩輛頭碟都改了 因為為了現在的安全 股有什麼不好呢 其實股是很好逼力的 但是如果長命斜落斜 股會差很多 如果過水桶 香港有時在新界行 一邊水浸一邊不水浸 行股的車 你一等級下去 車會搶太搶得很厲害 碟殺就不會 所以你今時今日都看不到前面行股的車 甚至貨車都前面是碟 完全不同 第一就是坐姿 這輛車的坐姿 基本上是一張椅子直筆的 不能調校後的 只可以調校前後 還有它前面是三座位的 舒服完全談不上 而且手機是這樣拉的 就不是這種拉 這種手機是很嚴重的 你拉完之後它中濕有虛位 它會流後一吋兩吋 但這種已經改亮了 它一拉就拉尾兩個輪 變了沒有虛位 好走很多 在在都沒有人駕過雙層巴士 有時候你看一下去機場的巴士 明明條直路來的 好直 你看到一個男司機或女司機 它是這樣的 這輛車就是這樣的 因為巴士的風鎖太大 它會兩邊走 但這些車不會的 因為虛位大 你就可以這樣鬥證它 還有這個杯士 經常要換的 因為這個杯士的受力很大 但如果你肯打油 你就可以幾十年不用換 除非你忘記了打油 開法完全是兩樣東西 70的早期款這一架 和這一架是一樣的 前後都行彈弓片的 好像貨車一樣 好燈的 但是1999年的70 它就改了彈弓圈 前面後面都是彈弓板的 香港有些是三十周年的 15年那一批 前面走彈弓圈 後面走彈弓板 駕駛這些車 其實談不上什麼舒服的 因為你要舒服 老實說一句 Jimmy仔都舒服過它 但是它很好力 你看我上這個斜路 今時今日都 噴噴聲 Jimmy仔已經走不動了 我們駕駛越野車來說 如果沒有力 是一個大忌 等於你駕駛跑車 原來走不動 那你什麼圓掛 什麼舒服 彈弓板多漂亮都沒有用 還有頭尾鞋一樣這麼大 你有沒有見過一家 有一架豐田 這裡小小小的 很小小的 2700-2400 那些就是 正尾鞋很小 High市 那些什麼都會爛的 1996年就改了名叫Prado 就做了一架Prado出來 就掉了那個 因為兩家東西 人都分不清 它有一樣樣的 但是價錢便宜很多 豐田這架直錄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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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F F F